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超全局变量 也叫超全局速度 咱们已经讲过几个了 有五个了吧 对不对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其他的方式呢 就不是说 在咱们现在的技术发表里能讲的 就得在后边的章节里用到 但是咱们现在稍稍了解一下 都是干嘛的 对不对 来咱们一个一个看 比如说这个 干嘛的呢 对 咱们经常在写项目的时候 有上传文件 对吧 那上传文件信息和处理这个信息的话 所有跟文件上传的信息都在这里边 比如上传的文件名 上传的文件位置 对吧 咱后期讲文件上传的时候呢 会重点用到这个 对吧 嗯 还有 Cookie 这个呢 也不是咱现在能讲的内容 对吧 是咱们脚会发控制时用的 这个内容 但是我可以给你稍稍给你模拟一下 比如说 这里边 我先向客户端 当然大家还不知道 那有Cookie什么意思呢 也就这意思 我现在打印一下 道路不是下巴线 什么COOKIE 你看一下有没有值 TES 有值吗 没有 没有 对吧 对吧 我因为我还没把客户端 没保存数据呢 所以我可以用Side Cookie 这个向客户端保存一个变量 是内幕 值是 比如说 嗯 风格 对吧 然后呢 嗯 这个是保存多长时间的 比如说保存 当天时间加上3600保存多长时间 对不对 然后后边呢 从服务增开保保留 看一下 我第一次刷新是客户端 存了一个值 第二次刷新 是不是就过来了 因为第一次刷新是往客户端设置 先不用明白什么意思啊 因为后边咱们会详细的会有大量的课室去讲规划控制 嗯 所以这个速度就接收客户端Cookie的值 是吧 先不用理解了解一下就可以 嗯 那除了这个咱们还有什么呀 还有 三星 三星 对吧 那三星是什么呢 跟Cookie有点类似的东西是在服务器那存的 那我们也稍稍了解一下 看一下 打印一下三星数据 S1S1是没有值吗 嗯 对吧 对 是不是现在怎么的 未定义这个变量呢 你为什么未定义这个变量呢 因为三星必须得有三星 的开启 看一下 现在我们再打印一下 有的变量但是空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数据持久保存了 当然 你也不用先去了解它是干嘛的 对吧 那样的等于 哈喽 只要有一个刷新 你看一下 速度里面是不是就有内部的哈喽 对吧 这只是了解后边咱们 又会大量张力吃掉 大家也不用先去研究它 除非你现在对这个有了解 你得去看一下 好吧 这是后边咱们讲到的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Globos 对不对 这块 变量名写错了 在这里边没有下滑线 它是干嘛的 为什么没有下滑线 对不对 来怎么中间打印一下 我在这会用 Echo PRE 再输出一下 斜杖PRE 看到了吗 这块用PrentR 打印一下 Globos Globos 看到了吗 我们看一下它里边包含什么东西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对 Gate Post Cookie 这个这个 对 刚才的咱们说的这些所有东西全在这个里边 对吧 那就是你只要用到这一个Glob 那基本上其他的全部全用到了 在新版本里边还有一个改变 在5.3以后呢 对这个有了所的改变 因为在PIRP4的时候 PIRP4的时候 那个到PIRP5.2 这些版本呢 其实这些名称还有个别名 叫什么呢 比如说到了现在思路叫做HTTP 下滑线SERVER下滑线VRS 那ENV叫什么值呢 HTTP下滑线SER 不是ENV下滑线VRS Gate叫什么值呢 HTTP下滑线SERVER下滑线SERVER下滑线SERVER 真的吗 也就是在5.2的版本的时候呢 在PIRP4的时候只能用这个变量 真的吗 用这个变量 你觉得前边名称后边名称是不是通过 所以他就把它简化了 把前边去掉了后边去掉了下滑线留着 是不是这个 这个前边去掉了后边去掉了下滑线留着 这是在PIRP5.2的时候改变的 但是在PIRP5.4就是5.3 5.4这个版本呢怎么办呢 因为这个在PIRP4的时候用的比较早了 对不对 到PIRP5的时候已经很少人用它了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变量 你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 对吧 肯定是当时下滑线SERVER 比较简单对不对 那在PIRP现在这个版本里呢 你看没发现看不到的景边亮了 这几个点就很大被去掉了 对吧 被去掉了 那咱们就只能是不是用这种简化板呢 对吧 而Double Global是不是包含上面的所有的东西 它本身名称就是这个名 它没有这种全体能和简化板呢 对不对 所以它是不是就不是缩写而来的 所以它就没有那个下滑线 这也好记 对了 所以Global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 你可以把数据变量放到Global里边 然后在任何行人都使用用它全体的意义很大 如果单独使用的话你就 使用单独某一个就行了 但是别用Global 对了 后边咱们也会有用的场合 这就是咱们这些Global以及其他的咱们后边都会详细讲解的 对不对 特别是导入下来的FilesCookie的Session 对吧 这些东西是咱们后边可能想象对的 另外在咱们新版本里边咱们搜一下 你看有没有一个这个功能 D.I 问号 Ctrl F G L 看到看到 好像 他们这个了吗 默认这里边有这个材料吗 这块呢Global就在哦是默认是关掉的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什么呢 必须是关掉的 如果是开启你会做程序很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是把D开启了 开启之后我需要怎么办呢 重启一下阿帕琴 阿帕琴 阿帕琴在这块 阿帕琴 咱们这块重启 好看一下这个变率 咱们重启成功了 这个现在还不用开启了对不对 那这就关着吧 因为新版本里边已经不建议这个都会开启了 所以从不从里面关掉 我现在把它 改回家 应该是 你看回来了对不对 为什么没改成功 这个在新版本就相当于平移掉了 为什么这个 如果刚才的那个一旦开启 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所有超全局数据里边 比如说盖他里边 是不是有个内幕 假如有个内幕等于爱的命对不对 比如说Pulse的里边 有一个年龄 等于10岁 那么如果那刚才的参数一旦开启 就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些 是吧 这个和这个都可以直接当变量了 也就是直接I call dollar for name 也就是超全局数据 超全局变量里边的数据元素 就直接当变量元素 直接输出内幕就可以了 直接输出 什么 dollar for age 也就可以了 是不是用起就比较方便了 那表单里边在提交过来的数据 我可以怎么办了 不用这些数据了 直接用表单的内部名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做变量 会特别的方便 但是呢 带来几个问题 是致命的 听到吗 比如说什么问题呢 对 重复的问题 什么重复呢 现在盖上有内幕 那pose里边如果也有内幕 是不是两个变量会重复了 对不对 然后30里边有内幕 是不是也会重复了 那经常咱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 如果好多以前的成员会用到这个 那手页面显示的 登录的用户IDM你好 对不对 防其他页面的时候这就变了 对不对 手页还是IDM到第二一面变成什么 变成3W用户了 对不对 或者换成其他名称了 这就是名字会发生痛苦 如果各自里边用各自的 对吧 比如说全局不容易去开启的话 那么盖子里边可以有内幕 pose这边是也会有内幕 你盖的内幕固执不会影响pose 就是吧 也不影响到30也不影响到固执 明白这意思 这是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安全运化 比如说经常程序员是不做那种 假如说一般网站的被攻击的话 经常都是那些什么 思考注目之类的 对吧 那如果你在写一条 类似于Security的时候 比如说 1.2.3 你删除 Prom从一个表里边 对吧 无二条件 ID等于 你这会直接写一个变量 $ID 有可能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呢 你如果这个开启的话 别人攻击的时候 是不是从这会儿 比如3w.aa.com 对不对 往这个tess.phk 问号 存个ID等于10 如果这个开启 ID等于10 这个ID是不是就给他方式了 对吧 这样的话都会有安全运化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 因为有的服务器开 有的服务器没开 如果你按开的方式去做程序的话 会怎么样 按开的方式 那不开的服务器上 是就也运行不了吧 对吧 所以呢 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参数 是不建议你去以开启的方式用的 那新版本不让去设置 或者是把它去掉了会更好 真的吧 但是一些过好的东西都不是说 peerp在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 有可能他是为了用户方便设计的这功能 对吧 后来觉得不合理 但是也不能马上就把它关掉 因为好多用户再用这个东西了 如果你马上把它关掉的话 或者是不支持这功能的话 那些老项目是不是运行的时候 在新版本运行的时候都得改啊 对吧 这就是接口一旦定义好了 就别去改变 所以设计程序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预计未来几年移民的情况 知道吧 当然在版本升级的时候也是对前面的优化 也有这样的好处 好吧 那到这几个为止 咱们这几个 超全局变量或者叫超全局速度 基本上就介绍完了 具体的详细拥有后边客户房里边 既然他讲过了 我遇到的时候就会经常使用了 那大家呢 如果有不太明白的地方 在我使用的时候 有可能再去理解一下 好吧 或者大家用自己的时间 再好好的研究一下 这么九个超全局速度 其中有两个不太重要的 一个是当中间 server 对吧 不是一个当中像是env 一个当中像是request 对吧 这两个呢 大家可以不看 其他的可以完全掌握 对吧 当然呢 有一些是后边是需要掌握的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超新速度的知识点 咱们就交到这里 好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